我十八九歲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來到北部練警官學校 我的人生很單純 就是要做刑事警察打擊犯罪 進到官校 做到中華民國國家培育 教我 如何為國家忠誠的報效 他給我一個信念 給我一個價值 國家正義榮譽 也給我一個使命感 保家衛國 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 六點十五準時升起 每天對我的國旗敬禮 這樣一個敬禮讓我由衷的對中華民國 不但宣誓效忠 誓死捍衛 這就是我 那就是我把我被養的媽媽 把我教出來的媽媽 所以我這一生當中除了打擊犯罪 捍衛公平正義以外 就是顧我們國家安全 顧我們人民的安全 因為那時候我媽媽給我養大 我愛用這個信仰 我愛用這個信仰 堅持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愛用這個信仰 我愛用這個信仰 所以每次上戰場的時候 之後 童人每一次面對生死 我也 тру香 chief 在過程當中我也看過ного 童人 当场被歹徒打到头部脑僵暴疫死亡 第二天我依然往前走 我也看到我们同仁走的过程当中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牽扯 不然把我靠着死 我在旁边有时候在想 哪一天像我这样每天在枪战的过程当中 经过生神 有一天我心里会像他一样 值不值得那一面枸杞把我盖上去 然后送我看到我的家属在枯杞 我很难想象我会不会有那一天 我期待不要 但是隔一天我仍然上战场 因为我知道我有信念 我也就知道只要我信念过坚强 我都能够在生死边缘当中 混乱一步 担回回来 我们不死 我们贏 所以在那种场景 让我积力往前走最大力量 就是过来台湾的边缆 过来我们中法民国 过来后一天都能顺顺利利过来 所以其实国旗对我的使命太重要太重要了 那个信念是我一生不会改变的 这也是我这一辈子 做事最让我坚持 毅力永不放弃 就是为了中法民国 为了这一面国旗 为了在我心坎里面 让我内心深处 永不拔直的坚定信仰 永不拔直的坚定信仰 代表需要居忌 以为能够费能够费能力 你以为你的人拿